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Karen 陈嘉惠 歡迎收看有線快信 大家好 我是Maggie 董敏千 今天是大年初三 有很精彩的活動等著大家去看 由旅遊局所主辦的 令社獻瑞花車活演大型戶外賀水活動 很快就去8時就會在南環湖景大馬路開始 而我們有線電視第一頻道 亦會作現場直播 而今次活動中 會有10架各具特色花車 近千人回演、煙花表演和花車展覽 大家亦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一起感受新春濃濃的氣氛 旅遊路線會由南環湖景大馬路 經航生博士大馬路 再以西環湖廣場作終點 南環湖景大馬路的風路時間 由下午5時至晚上10時 而航生博士大馬路以及西環湖廣場 將會由晚上7點至10點封路 駕駛者就要留意出門的時間 而市民亦可以多些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另外,位於八馬行的屏幕 亦會有現場直播今次的活動 很快出,我們有線第一頻道 就會直播零射獻碎花車會演 如果你想重溫花車會演的熱鬧情況 亦可以留意我們有線電視的重播時間 在2月23日至2月28日 我們會播放零射獻碎花車會演的精華片段 新年想熱熱鬧鬧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想燒煙花燒炮掌 大家記住要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 才好延放煙花 而在澳門貝島和坦仔 亦設有爆竹延放區 可以讓大家去延放爆竹、煙花以及火箭 他們的營運時間 由年29的中午已經開始了 直至年初6的凌晨2點結束 新年除了看煙花之外 還有很多指定動作 就像8年這樣 Maggie,你今年收利事的情況如何? 都不錯 我今年都不錯 收多利事當然是很開心 如果收利事之外還可以幫到人 就更加有意義 我們樂詩會現在舉行一個活動 就是樂詩滅貧利事收集大行動 希望可以集結社會國家的力量 幫助貧困人士改善生活脫貧自立 說到互助互愛 我想起一首粵語名曲 就是顧家輝先生所創作的《獅子山下》 顧家輝先生將會在3月9日 來到澳門威尼斯人金剛綜藝館表演 在數十年的音樂創作生涯中 他創作超過1,200首繪跡人口的歌曲 他的主要作品都為經典電視劇的主題曲 例如《書劍恩仇錄》 《上海灘》 《獅子山下》 《以天屠龍記》 以及《楚留香》等等 就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了 打給我們的66883005 就會有機會得到 由澳門售票網贊助送出的入場門票一套 除了有很多豐富的節目介紹給大家之外 澳門有線電視也有多條高清頻道給大家選擇 同時我們也推出新的機頂盒 機身簽考只有400克 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好的視聽享受 另外澳門有線及鳳凰衛視香港台簽署了合作協議 澳門有線將會在澳門地區獨家向住宅 商業及酒店用戶提供鳳凰衛視香港台 現時打我們的24小時接駁熱線288-2266 即可以搶先體驗優惠價980元 安裝我們最新的機訂盒 今晚財神夜酒來臨到有線第45台衛視卡式台 在夜晚10時會有公器發財 各位喜歡看傳統賀水電影的朋友千萬別錯過了 新年除了賀水片之外還有其他選擇 2月12日晚上8時 有線41台HBO台有怪獸在巴黎 故事發生在1910年 當時巴黎正遇上洪水大侵襲 故事主人翁是心地善良的呂希兒 她是咖啡館賣窗為生 遇上巨人佛朗哥兒 故事離奇曲折浪漫驚險 在節目完結前提醒大家 最新一期的有線電視雜誌已經推出 大家可以在不同地方免費撒取這本雜誌 今期我們重點推介 有新春的賀年活動和情人節的餐飲推介 而最新加入我們免費撒取的地點 包括有英皇娛樂酒店 希望市民和遊客都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 今日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千萬不要轉台 因為緊接我們的節目會有今年蛇年的運程分析 另外再接下來會有寧蛇獻花車會演的直播 下次見 各位拜拜 拜拜